土锅子据说当地人已经吃了几百年 这道菜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是特别好吃 第二嘛就是制作特别复杂 需要二十多种食材共同制作 有些食材甚至要提前一个月准备 看来能做好这道菜的腾冲女人 她也很难不自信 大姐您这累不累啊 我们农村挑惯了 我来帮您分担分担吧 我来试试 好吧好吧你来试一下 来 这样 就这样吗 腰直起来 腰直起来 完了完了我现在身体不受控制了 没事 有点僵硬 还遇到牛了 你看我也是翘夫 前面是牛也是翘夫 哇你好呀 在腾冲城里还保留着难得的乡土气息 倪大姐说 他们从小就挑担子买菜 早已习惯这种方式 但此时的味道调查员 却只感觉肩上千斤蛋 背上一座山 我感觉这个肩膀也都不属于我了 鲜嫩的食材惹人喜爱 不过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 这么多食材汇聚在一道菜中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来做这道菜呢 诶倪大姐 我发现咱们做这道菜的材料真的特别多 我看就肉类就已经无种了 这个锅子比做一大桌子菜还要麻烦 比起还要多 虽然嘴上说着麻烦 但这道土锅子 倪大姐是专门为外地回来的女儿和外孙女制作的 爱女心切的她 只想让孩子们品尝最喜爱的老味道 猪皮是土锅子中的重头戏 光制作它就得六道工序 将洗净的猪皮下入沸水煮至 当猪皮变为半透明状时 捞起放入凉水中备用 再次刮去猪皮上的浮油后 就可以进行晾晒了 猪皮的晾晒通常需要将近一个月 倪大姐拿出之前准备好的干猪皮 下锅炸制 这也是猪皮制作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你要冷油放下去 好神奇哦 这么硬还能直接这样炸 现在在起泡了 随着油温升高 猪皮开始变身 这一个个小骨包中 装着猪皮里残留的水分 当温度继续升高 这些水分最终被逼出表皮 倪大姐说 猪皮要炸两次 这样才能更松脆 凉一下 再放下去 现在我整个这样翻动 里边这个脆响声都是特别清晰的 谁能想到这是猪皮炸出来的 将冷水浇在热猪皮上 冷热碰撞让猪皮表皮膜收缩破裂 水分又一次进入猪皮中 您看看先去除水分 再增加水分 这一波不厌其烦的操作 只为了让猪皮形成一种独特的口感 这是咱们已经泡发了的猪皮 捏起来肉感十足 现在是 不知道吃起来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呢 猪皮的制作总算完成了 不过对于整个土锅子的制作 这才卖出了一小步而已 接下来 猪大姐开始做蛋皮 攀好的蛋皮一部分保留了原本的黄色 另一些用红线菜汁染成红色 将肉馅均匀抹在蛋皮中 卷好后上蒸笼蒸制 这就算又完成了一步 不过这道复杂的土锅子 还得十来道工序才能完成 放入新鲜的铜骨熬制高汤 胡萝卜芋头切大块 黄笋干下锅煮软 再用凉水冷却 片成笋片 锅中放猪油 将事先备好的酥肉 入油锅炸制 猪小排 胡萝卜 芋头 共同炒熟 最后炒黄笋 将切好的青菜下入高汤中 再加入备好的各类食材 这一锅红红绿绿的菜 光看着就特别诱人 看来土锅子的制作 终于快接近了尾声 这就是咱们这土锅子 对 要把这个放在这里 看起来 对 把这个倒进来 为什么咱们不直接 在这种铁锅里边吃 它的味道跟这个就不一样 老人以前就出的这个锅子 就要这样吃 这样吃出来 它才 味道才好 土锅子是用藤冲淘土烧制而成 中间的孔洞用来加炭火 小火微炖 能让汤汁进一步渗入菜品中 在吃的过程中 菜品也不会冷掉 称得上是腾冲人的火锅了 倪大姐先将煮好的混合食材 铺在锅中打底 然后用一层猪皮 盖住了下面的菜 这样整个锅子显得整齐又美观 再放入蛋卷和肉丸 肉丸香嫩爽滑 蛋卷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 而下方还有着丰盛的各种食材 我感觉吃这个锅子 应该跟碳蜜一样 一层又一层 都不一样 对 一层跟一层就不一样 最后加入蚕豆 土锅子终于大功告成 丰盛的家宴也正式开始 好漂亮 来 谢谢 之前做的时候说 做这一道菜就咖米做一整桌菜 其实吃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你就吃这么一碗就感觉 吃了一桌子菜的感觉 倪大姐说 过去土锅子是腾冲人家族聚会 重大节日时才享用的美食 这种场合需要一道口味 老少皆宜 分量十足的压轴大菜 土锅子便成为首选 代代相传中 土锅子早已成为腾冲人 最惦念的老味道